不管是星际还是红锦 采矿都是头等大事 现实中也是如此 家里有矿 玉石不慌 铁 铜 金等等这些矿物 是世界经济的命脉 从北极到沙拉 价值1.7万亿美元的采矿业 为全世界几乎一切的东西 提供了原材料 小到你手里面拿着的手机 打到吃送云天的摩天大楼 不过为这条命脉供血 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一是如今采矿所要付出的 环境成本正在越变越高 二是这些血液本身也是限量版 用完了就只能干内眼了 所以与其坐等干内眼 不如现在就直接把眼睛 瞪远点看远点 因为就在我们头顶上方 就漂浮着取之不尽 还价值连城的黄金珠宝 小行星 我是火箭书 今天我们聊一聊 让你有机会成为 世界上第一个万亿美元 富翁的行业 太空采矿业 为此我们要先来了解一下 关于小行星的背景知识 数十一年前太阳系开始形成 在引力的作用下 成途变成了岩石 岩石聚集起来 形成了我们所知道的 太阳系各大行星和他们的卫星 但偏偏就是有一些家伙 数量还不少 却拒绝长大 始终维持在几米到几百公里的腰围 于是就被造型运动抛弃 变成了如今流浪 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小行星带里面 永远长不大的迷你原行星了 更有甚至 他们中的一些危险分子 还会时不时的逃离出来 跑到内太阳系参观一番 顺便跟地球来一次亲密的接触 换在以前 你肯定是怕死这些讨厌的家伙了 但若是放在以后的话 你说不定会爱死他们的 这个一会儿再说 为什么小行星其实是个宝藏呢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组成 基本上有三种类型的小行星 C型 S型 和M型 先说C型 C代表的是carbon 说明这种小行星的材料 是碳式的 其中含有大量的水 以及少量有价值的重元素 占所有已知小行星的 大约四分之三 S型则代表的是一颗 silicon 硅质小行星 占总数的大约17% 里面富汗硅酸盐 翻译过来就是 它是正儿八经的大石头 当然除此之外 它里面也含有不少的铁和镍 其他的重元素含的也比C型多一点 剩下的就是M型了 Metalic 大多数都是整块整块的铁和镍 以及更有价值的黄金 薄金 还有稀土 这些真的是一个比一个贵 比方说这颗名字叫做贝奴 其实我真的不关心 它叫什么名字 估值6.69亿美元 这颗龙宫估值821美元 更厉害的是这颗 打比达100万亿美元 所以看起来M型小星星 就是我们太空采狂的目标吗 直接找到刚才我们说的最后这颗 然后把它拖回地球 不就立马实现了万亿美元的人生小目标了吗 然后把它卖了 再拖更多的回来 哇哦 是这样吗 恐怕不是的 要知道贵金属之所以贵 就是因为它们稀少 当你把直径几公里的一大块黄金 砸在地面上时 它可能也就变得跟水一样不值钱了 对了我们刚才提到了水 我要告诉你的是 含水量最多的C型小星星 恰恰才是对我们而言最有价值的目标 原因就在于太空采光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将开采出来的矿物 送回地球解决现在的短缺 而是现场资源利用 在太空中开采 在太空中利用 解决未来的需求 此话真讲呢 人类早晚都会成为一个星际物种 但限制我们的恰恰就是 目前所有的东西都要从地面背上天 这个代价太过高昂了 即使是马斯克用它二手三手四手 甚至是更多手的火箭帮你往上送 每公斤也需要花差不多1700美元 造一个国际空间站花了1600亿美元 这对于任何想到天上去的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消息 既然到天上才是我们的目标 那就完全没有理由 先把天上东西往地上运 然后再加工加工 花更多的钱发射到天上呀 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搞清楚这点呢 就能够帮助你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首要目标 是含水量高的C型小星星了 因为在太空时代水的地位等于原油 其中的氢和氧可以作为火箭的燃料 水本身可以直接作为隔离宇宙辐射的材料 更不要说我们自己有多离不开水了 有了这些作为前提 再往宇宙深处漫步 不是更加轻松从容吗 尽管找到并且开采C型小星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前则是因为它们都太黑了 太嘛黑其骂物的 会把所有照在它表面的阳光都给吸收掉 这会变热辐射出看不见的红外线 这就是为什么NASA要开发出近地天体照相机 NeoCam的部分原因了 它除了可以识别潜在的危险近地天体外 还能用红外镜头梳理出其中的C型小星星 后者之所以开采它也不容易 是因为传统的采矿方式 或多或少都要用到力 不管是钻还是挖 在几乎没有任何重力的小星星上 都变成了巨大的挑战 好在一种全新的采矿方式已经上路了 它能够让你在太空作业时 全程都不用碰到小星星 而它的名字更是枯到不行 光学采矿 它利用大型的超进行薄膜太阳能反射机 把大量的阳光汇聚到一起 然后发射到小星星的表面 引起热冲击 时常在里面的水和其他有价值的挥发性化学物质释放出来 在收集之后就想怎么用怎么用了 我懂了 这就是一个太空级别的放大镜烧蚂蚁实验 听起来像是一个经常捧着科幻小说的书呆子想出来的点子 可实际上这是一个由NASA资助的实实在在的科研项目 并且还有许多类似的项目也正在进行 所以你可以要抓紧咯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